欢迎收看8月15日有百格时事整理的新州日报评论 针对近来雪州大臣卡丽频频笑脸盈盈面对公众和媒体 言论作者朱立斯在新州日报言论版撰文道出 卡丽的轻松笑容 想到雪州人民长期面对的各种民生问题 心里是不无感慨的 水贡、垃圾、塞车、治安等等问题 至今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方案 人民的疾苦一日无解 身为父母官的整涵能为一己的胜利笑得如此灿烂 也许照片上的笑容不应做过度的解读 也和雪州的管理没有并存的关系 但是如此高调的意气风发笑脸凝盈 不禁让人质疑手段用尽不顾一切争夺大成职 是否有用多一点真心体会感受人民的痛苦 新州日报副执行总编辑郑丁贤的评论写道 在我们这个国家以色列过度敏感 连一个赞都顺罪过 连中学生都不放过 因为宾州一个中学生在我爱以色列的面子书上面按赞 以赞之下成为社会罪人 人民公敌 教师和同学背歌他 威胁他 警方以煽动把令调查他 他认为这样的以色列按一个赞 有什么问题 按这一个赞并不是表示支持攻击巴勒斯坦的以色列 如此简单的逻辑竟然分不清楚 为这位中午同学教区也为许多大马人的文明视野感到悲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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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